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僵尸片《丧尸乐园》的第二部 哎呀 这第二部和第一部相差了整整十年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动灵老男人武帝哈里森 十年前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发量基本上没变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扛得住岁月这把插住都 爱马斯通显然没有十年前那么水平 阳光小美女也变得越来胖 杰西艾森伯格倒是显得更加的成熟了 就是脖子没见着 十年过去了 这四位的战斗经验是越来越丰富 不过丧尸们也没嫌人 卯足了劲不断的进化 战斗力和抗击大能力是越来越强 白宫早已沦陷 总统也不知道跑哪去 四个人在白宫里是连蹦带跳就开始吓唬闹 不过你这蛋糕确实有点过分了 卷毛和大眼妹谈了那么久的恋爱 终于蠢蠢欲动干大不住了 拿出戒指向大眼妹求婚 不过大眼妹显然对结婚这件事一点都不感兴趣 把本来应该很温馨浪漫的气氛搞成一团糟 为了防止卷毛再次向自己求婚 第二天一早 大眼妹和妹妹小石头姐妹俩 给毛袋叔和卷毛留了张面条开车走了 两人正往前赶路的时候 撞见了流浪歌手狗盛 小石头对狗盛是一见钟情激动的不行了 大眼妹的离去令卷毛非常的伤心 整天在毛袋叔跟起来唠唠 毛袋叔说天涯何处无防草 这个走着咱再找 卷毛说满大街都是丧尸 哪有何事的呀 毛袋叔说实在不行 你就和僵尸来个约会 一个月后的一天 漏网至于金发妹突然闯了进来 把卷毛吓一跳 好不容易见个大活人彼此都很激动 上去就来了一熊猫 这个金发妹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她一直躲在冰激凌店的冷擦室里 由于常年一个人独处 可把金发妹给变坏 见到毛袋叔和卷毛这话匣子 一打开就关不上 跟机关枪似的 叮了咣咣说个不听 而且跟卷毛特聊的来 把毛袋叔给烦的呀 毛袋叔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吗 是因为丧尸吃脑子 而他恰恰又没有脑子 烈火预干缠 卷毛和鸡发妹很快就开始吓回来 此时的卷毛早就把大眼妹 抛到酒店一问了 什么海枯吃烂永不便 全是吓死蛋 听着隔壁那二位狼哭鬼嚎 毛袋叔再睡不着了 就在这个时候 神奇的一幕出现 大眼妹居然一个人回来了 原来自打狗胜上了 大眼妹和小舌头车之后 小舌头便被狗胜 那不着调的歌声给迷入 两人是一拍即合 扔下大眼妹开着车撒子撩了 俗话说爱情就像迷婚药 丢了三魂疯了奇巧 谁喝谁差掉 对于毛袋叔来说 小舌头就像自己的亲规 自己的闺女跟着一个 不靠谱的妻皮士跑了 但她能不着急 于是便决定第二天出发 去找小舌头 本来大眼妹想就求婚的事 向卷毛道过歉 可就在这个时候 金发妹突然出现 大眼妹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 心想这男人哪 没有一个靠得住 我这边刚走没几天 这孙子就有的幸坏了 简直就是个亲事物 转过天四个人开着车上路 跑出去没多远 毛袋叔突然看到路边 停了一辆大发车 于是就想换个大家伙开 可没想到金发妹 这边刚拉开车门警报器就响 丧尸们一听可气得不清了 这大白天就敢偷车 还有没有王法 于是乌泱乌泱的就杀了过来 接下来就是一场鸡毛乱飞的混战 手无寸铁的丧尸们 很快都领了盒盘 这个时候 以终结者T800命名的 升级版丧尸出现 这种丧尸有着顽强的意志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抗击打能力超强 一般的子弹很难让压力跑翻 干掉T800丧尸之后 毛袋叔开着战利品 刚准备出发 车台突然被炸烂 无奈之下 毛袋叔只好继续开着 那辆他不待见的车上路 四个人正在车上闲聊的时候 金发妹突然出现了狡献 看样子像是刚才被丧尸咬 三个人凭经验判断 金发妹肯定要被丧尸 毕竟相识一场了 就这么把金发妹给干掉 似乎有些不太够意思 大眼妹说 我知道你们俩已经闷得密了 但一码归一码 他现在这种情况 你们想结婚肯定没洗 你要是真爱他 那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此时卷毛也意识到 长痛不如短痛 于是拎着枪追进了小树林 枪响之后 大眼妹彻底松了口喝气 然后很无情的 把金发妹的行李扔下了车 天黑之后 三个人来到了一家旅馆 发现小石头和狗胜的车 也停在这里 毛弹叔正在弹钢琴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酱油姐的袭击 当场就把毛弹叔给摔蒙蔽了 酱油姐说 小石头和狗胜几天前就走了 而且还换了辆车 去了一个叫巴比伦的避风港 毛弹叔和酱油姐越聊越投机 久过三旬 两人相识一笑便进入睡觉 这个巴比伦 其实是一些幸存者建造的家园 这里崇尚和平 如果想进入巴比伦 随身携带的武器必须被融掉 第二天那一早 胡子书和川柱来到了旅馆 这二位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说有一群快如闪电的丧尸 正向这边推进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路尾随着胡子书和川柱的 几个丧尸出现 虽然胡子书和川柱干掉了丧尸 但不幸的是两人都被咬了 而且很快就开始变异了 紧接着武力全乱了套 干掉胡子书和川柱之后 三个人辞憋降饶姐 开着车继续前行 三个人正往前走着 突然遇到了金发妹 毛弹叔说 他不是已经领盒犯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这事儿也太科幻了 原来金发妹只是坚果过敏 根本就没有被丧尸养 幸亏当时卷猫心思书软 朝天开了两下 不然金发妹这会儿 已经喝上孟婆汤了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四个人终于到达了巴比伦 并且找到了小石头 毛弹叔天生是个爱冒险的人 这个地方显然不适合 当看到小石头一切都好 他便离开了巴比伦 毛弹叔开着车正往前走 突然看到T-800的丧尸大军 正在往巴比伦的方向跑 于是他急忙掉了头 又拐了回去 由于所有的武器都被容掉了 跟丧尸们肉搏战 那等于就是找死 鉴于目前的形势 毛弹叔迅速做了战略部署 准备用火把丧尸们给烧死 但这招到底管不管用 谁心里也没敌 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战斗 丧尸们显然已经武装到了压尸 如潮水般开始攻城了 事实证明 毛弹叔这招还真管用 但丧尸们的数量太多了 死了一波又上来一波 眼瞅着这帮人要倒霉 酱油节开了车杀到 这酱油节可是老司机 一会儿飘移一会儿翻跟头 最终把车给开翻了 影片的最后 毛弹叔利用阴谋诡计 终于把没脑子的丧尸们全摔死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送辞压经 十年生死两对抗 你进化我吃胖 岁月蹉跎咱都变了呀 纵然都是老叔人多警惕 反嗝屁